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还是受到东北激风的影响 迎封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 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降雨 其中既往北海岸宜兰 还有大台北的山区 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西半部山区受到中层水气影响 今天也还是可能出现一些零星的雨势 出门都还是带着伞比较保险 至于在新竹以南今天预计 会是转为多云的天气 在温度方面 各地今天早晚都还是 比较凉 西半部跟宜兰低温15到17度 花莲和台东大约18到19度 白天北台湾的温度会稍微降一些 最高温只有17到20度 其他地方白天高温 可以回升到23到25度 未来天气走向就要看到了 明天周三持续受到 东北激风的影响之下 北部东北部天气比较凉 其他地区早晚凉 迎封面有雨 尤其在自用北海岸跟东北部 有局部大雨 而到了周四 东北季风稍微的减弱 转为偏东风 北部和东北部的气温也稍微回升 不过各地早晚都还是偏凉 周四周五两天降雨范围也会缩小 到了周六开始到下周一 会有下一波的冷空气南下 不过整体的环境偏干 各地大多都是行道多颖的天气 日温差会稍微比较大 雨势不多 只有在东部跟东南部 有零星的短暂雨 小丁就提醒大家了 今天北东天气还是湿凉 各地也都还是早晚寒冷 不要忘了做好保暖工作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